今天就和大家看一下兩篇的文章 一篇就在香港的南華早報 個幾禮拜前的了 是11月14日經濟版那裏出的 名字是《China's Crackdown on Education, Property, Leave Wealthy in Crisis Mode, and Some are Looking for an Escape Route》 這就是香港的南華早報 另一個我是看美國的一份財經周刊 在上個禮拜錄出的 《China's Transition is Risky for Investor, 13 Picks from our International Roundtable》 我逐個說 但因為我不想說一個小時 所以我就會把這個很重要的 切出來最重要的說話 我會把這兩篇文章的連結放在 description 你們自己慢慢看 看看我有沒有理解錯 第一個要說的就是 我的腻伸 伸了我的腻伸出來 就是看看 是不是我說了之後對我有得益的呢? 我說明 我說股票 我是外行 完全不是的 我這次不是說經濟 不是說股票 是藉著這兩篇文章 是看看 中國裏面的人怎麼看中國 還有在美國華爾街 專門買賣 中國股票那班的基金經理 怎麼看中國 那是兩個觀點 你看一下 哇 是不是很直接的呢? 如果你看完之後 你會覺得 哇 他們的觀點是這樣的 我想都想不到 可能 你看一下 第二 我要說的就是 喂 我是不是 慫恿大家買股票 我絕對不是 因為呢 一來我沒有排 做什麼股票分析 我亦都不會說任何股票的名字 二來呢 啊 我就一個先的 中國股票 香港股票 都沒有啊 話都明白 我是一個先的 都沒有的 所以呢 我只不過 是不斷說 是看看別人的觀點 看看你們認不認同 看看你們的意見 是怎麼樣 好了 說回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它就 標題呢 就說 中國現在就 Crack down 大控制這個 Education 就是教育事業 Property 就是 樓價 地產 Live wealthy in crisis mode 有錢人呢 現在呢 就 啊 好有危機感 好不行 And some are looking for an escape route 有些人呢 就要走路 那 有些 很細很細密麻麻的紙呢 有整五篇紙的 所以都是 挺長的 那我就用一兩分鐘就說 中國人 是 有兩樣東西呢 就 一 二 都要投資的 第一 就是地產 在這篇文章那裏 就是地產 因為 為什麼呢 在中國人 不要說中國人 香港人也是一樣 就是 認為 地產買屋 買樓房 是永遠不會跌的 你買就一定不會虧的 所以在這 很多年 裡面 累積呢 借錢也好 儲錢也好 什麼都好 就買了很多的房地產 那 一直都升的 怎麼知道 這一兩年呢 就開始 就跌 那 有些人呢 反而 就 哇 你看到你這樣跌 又賣又賣不到 那怎麼辦 將那間房地產 就按了給銀行 讓銀行來 給他一些錢 套現 讓銀行來 分擔 他那些RES 這樣說 這個是很重要的 第二個 中國人 很投資的呢 就是教育 尤其是 一孩政策之後 很多人 都是一個孩童 那 將儲了這麼多的錢 賺到的錢 由中產 一直到中上產 到高產階級的有錢人 每個人都是送子女去名校 如果是有 城市有國際學校 就推到國際學校 英文也好 讓他們將來 可以出國留學 有兩個用途 第一個用途 這個是儒家思想 萬觀佳下品 唯有讀書高 教育 留學 還要是名校留學 但今次 現在 教育社 學英文 補習社 被監管 所以很多的 國際學校 英文也好 外國 來中國教書的 那些教師 他的簽證 就不可以續期了 所以很多的 國際學校 都不可以收 中國的學生 所以就不可以了 第二 如果是那些 有錢的人 有小孩子 他的子女在外國 他就可以把錢 調去外國 但現在 一來 有問題 去外國 有問題 二來 就算要調錢 去外國 他儲了錢 在房地產 房地產 就跌價 不太行 這個 就麻煩 有些 有錢人 在南華早報 說 把錢 扔去 地中海 那個國家 Malta 和土耳其 看看可不可以 把錢 調出去 還有 就是 因為 很多的問題 都好 現在 中國大陸 的 Growth Rate 開始放緩 總括來說 這個 《南華早報》 即是香港的 英文報紙 看得 中國大陸的經濟 和人民的民生 是很灰的 還有 他說 有很多受訪者 在這個大學做的調查 中國大陸的大學 不是外國人的大學 有一個 南華早報的大學 做的調查 就是說 很多 七成幾 八成的人 不想有小孩 因為 環境不好 說得 這個 是很灰的 他是用了 中國大陸出的 數據 和中國大學的研究 那些 說得很灰 好 這個是香港的 財經記者 這樣說 美國 華爾街 那些 基金經理 在美國 財經 很有權位 很有聲望的 一個周刊 訪問了 一班 美國 的基金經理 他們專門是 投資中國大陸的股市 那些 那些 這個 更長 這邊真的很長 有十六版 只 如果要我慢慢說 大家睡覺 好了 總之 這一班 基金經理 怎麼說呢 總括來說 他們認為 他們認為 現在 因為中國的股票 不是那麼好 sentiment 又不是那麼好 現在最好的時機 就是 投資中國 不是我說的 是他們說的 那 喂 是不是真的地產那麼衰 所以 有一些 基金經理 就說 My Overall property isn't in such bad shape 那 不是那麼差 那 恆大 Evergrade One of the largest Developer is less than 5% of the market 那麼 恆大都是 5% 不是那麼緊要 就算是 中國 那些 銀行 向地產的負債 是應付得到的 不是那麼緊要的 那 就說 現在 有這樣 就 就是 丟錢在中國 投資的 好的機會 那 十六頁子 說來 說去 還介紹了 一堆的 中國 可以投資的 公司 給了你們 出來 那 那 我就說明了 我就 沒有 大陸 股票 沒有香港股票 所以呢 我也不會 介紹 叫人 投資 因為我沒有這個資格 千萬不要聽我說 如果是我給的股票提示 肯定是生意提示 所以不要聽我說 所以我也不說 那 究竟我想說什麼呢 那 我上次 在南華早報 另外一篇文 我說 看新聞 要撈執 不要只看五頁 或者十六頁 要看那些人的 comment section 在comment上 怎樣寫的 先說一下 Baron 美國那邊 先說 comment section 因為那些基金經理 說到現在 中國是很好的投資的地方 這個不是很久以前寫的 是這個星期六才新鮮出爐 真是很新鮮的 一個文章 為什麼呢 因為有在comment section 那些人都這樣問 他說 嘩 為什麼我現在要投資呢 那麼 不過 有些人在comment section 就回答 就是呢 因為啊 是有政府的干預 因為中國的股市 有政府的干預 那麼 那麼 還有呢 它的經濟現在呢 是一直變弱 那麼呢 就會是 less risk 就沒有那麼 驚險 即是沒有那麼險的 那麼 因為 因為弱了 所以就不是那麼險 那麼 還有呢 就 不要只是投資在美國那裡 要分散一點 那麼 雖然呢 現在中國是弱 都是投資下去 分散一些風險 哇 不是 實在不是分散風險 就是增加風險 這個 這個 真的不知道 那麼 在comments 那裡 在comments section 那裡 很多人 都是 不同意 這些基金經理 的 即是 你們慢慢 如果是 在link那裡 如果你們看得到 就慢慢 看吧 好了 那麼 究竟 南華早報 即是香港報紙 那裡 那裡 是怎樣 很多人留言 的 那 大部分 都是說 大陸的有錢人 想把錢 撥離開大陸 那裡 那裡 是 那裡 因為有外匯管制 那些 什麼 什麼 IPO 新上市 又要管制 那實在 那個 即是 南華早報 那些 comment 是 更灰 過 寫那個 香港那些 現在 反而 越近大陸 那些 在香港 那些 好像 不是投資的 好對象 這樣 很奇怪 為什麼 在華爾街 不是 在中國大陸的人 就想 那些人 扔錢去中國 在香港 那些 財經記者 南華早報 那些 就說 嘩 真是好鬼死灰 好像 倒轉 我只可以想 就是 喂 財經記者 他 有沒有投資中國 我不知道 但是 如果 是基金經理 尤其是 他的基金 主要 是要來投資中國 當然要唱好你 就算 衰衰 那樣 都要 拼到你 好 衰 都要拼到你 好為止 沒有辦法 靠 如果 那些人 來投資 去他 那個 基金 那裏 那裏 他才可以 穿漂亮 衣 拿名牌 手袋 拿漂亮 車 他才可以 有高薪的 如果 去賣花 說自己的花 又臭又窿 那 就 倒自己 米 那 這個是 我的 預見 如果 可以 不同意 就在 留言 告訴你 為什麼 你不同意 如果你是 同意 就告訴我 為什麼 你會同意 但是 無論如何 無論如何 這兩個 觀點 都可以說 是言論自由的 其中一個 症狀 你可以說 拿出你的數據 這個 那 還有 很簡單 尤其是 股票 那 你三、五、六個月 到一、兩年之後 就見工了 是不是 那個環境很好 你投資的股票可以升值 那 明天 未必知道 幾個月後 或者幾年之後 你就一定知道 那 那 是怎麼樣 那就 慢慢看看 有時候 都不用太慢 都可以看得到 那 今天 就說到這裡